好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 出地菩萨的 双眼自身功德 有八种当中的第四 那前三个呢 我们已经讲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第四 持顺习之功德 请帮我们念一下 又此出地菩萨 入种姓决定 由得彼果功德 远离彼地过失 故身不共之欢喜 有喜多顾 说彼菩萨 维持最圣欢喜者 有喜圣顾 说此名其喜地 又此菩萨 能周遍震动一百世界 好 那这一段里面呢 他提到了两种的功德 也就是说第四 还有呢第五 第四呢 持正习之功德 就是说 获得了第一 第几习地的时候呢 这位菩萨他就是 因为内心的话呢 就会感到一个 就是跟 万希在 资连道 加行道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舒适的一个 就是 欢喜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呢就是说 持 持 就是说 已经升起了 或者是具有 或者是拥有 这样的一个殊胜的 不共的 这样的一种什么 欢喜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 为什么会获得 这样的一种欢喜呢 按照于出地菩萨 具 具备 持 圣习之功德 他就是有 这样的 会升起 这样的一种 就是功德 因为在出地的时候呢 他断出了什么 就是 断出了 出地的 最主要的 见所断 就是 撒迦也见 等于这个 见所断的 撒迦也见 等于这个三界 然后呢 获得了十种 就是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功德 所以呢 他那些呢 当然会感到 就是 非常的这个 欢喜嘛 对不对啊 那 因此 因此时 由于决定于 如来种性 那主要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获得了 如来的种性 其实我们上次 也已经讲到 这个如来种性的话呢 已经 虽然 已经在什么 已经在 已经在 大臣的 资连到 中平的时候 已经 升起了 这个如来的种性 因为呢 呃 那个时候啊 他已经获得了 如环境般的 那个菩提心 对不对啊 环境般 菩提心 因为环境呢 就是纯净的话呢 他 不会什么 会 不会变成任何的 一个东西嘛 对不对 他不会 呃 变成任何的一个 或者是 什么铁啊 或者是什么任何的一个东西 就跟这个一样 就是菩萨呢 到了资连到的 中平的时候 呃 就是他不会 什么呃 转为任何的 见得到 也不会 堕入这个 小城 身为啊 独觉啊 等等 那 建立一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明 就是有一些 菩萨的话呢 他在 资连到的时候 资连到 下品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 呃 呃 升起菩提心 不久 在建立一个 期间的时候呢 就是 如果不小心的话 那 也有可能 他会 失去了 这个菩提心 那 堕入了 小城的 身为 或者是 独觉 那甚至呢 会变成一般的 什么 普通的 什么 呃 就是凡夫 等等 这样的 但是呢 到了 资连到的 这个中平的时候 那 从此呢 他 呃 就是 呃 不会 转为 任何的 任何的 一个道 呃 但是呢 这个如来 种性的话呢 也就是说 获得如今般的 这个 呃 菩提心 的时候啊 那 这个时候呢 也同时 他就 获得了 这个什么 如来 种性 呃 在出地的时候 这个 这个如来 逐性 还有呢 在呃 资连到的 这个如来 种性的话呢 应该是 完全是不一样的 呃 因为啊 因为啊 就是在资连到 中平的这个 如来 种性的话呢 他只是 在 升起 菩提心的 这个基础上呢 他不会 转为 任何的 一个道 对不对啊 直接会 呃 什么呢 呃 就是 菩提道嘛 对不对 呃 所以呢 就是 仅此而已啊 但是呢 出地 菩萨呢 他获得这个 如来 种性 就不一样 因为出 他这个时候呢 就是断出了 什么 三解 那 然后 获得了 呃 不共的 十种 或者是 十二种的 这样的 出地的 啊 这个 功德 那由此呢 他引发了 一种什么 如来的 种性 也就是说 比之前的 这个 如来的 种性 还要 坚固 如山的 一种 种性 所以呢 呃 就是说 由此 获得了 此地的 功德 已经远离 此地的 过失 功德呢 就是我们 上次讲到 啊 这些功德啊 那然后 过失的话呢 就是 主要就是 三解 呃 见所段的 撒迦也 已经等 这个三解嘛 那然后 而引发了 不共的 欢喜的 缘故 欢喜的 缘故 那我们在 这个 原文当中 的话呢 啊 原文里面呢 就是 这样讲的 就不共 故 深 不共 之 欢喜 有 有 喜 多 故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呢 他 呃 这个 欢喜 呃 不是呢 呃 仅仅是一种的 欢喜啊 就是有多种的 欢喜 有众多的 欢喜 对不对 获得了众多的 欢喜 那众多的 欢喜的话呢 嗯 嗯 众多欢喜的话呢 就是说 呃 当然 主要呢 就是已经获得了 如来的这个 不共的 不共的如来 种姓嘛 对不对 那然后 其次呢 还有 呃 就是 因为到了 因为获得了 出地嘛 所以呢 就是 呃 呃 获得这个 呃 成就这个 佛果呢 已经是 呃 呃 已经是 比较什么 呃 比较近了嘛 对不对啊 已经是 比较近了 对呢 所以呢 他就会感到的 高兴 那然后呢 获得了这个 出地的时候呢 他跟 晚喜 不一样的 就是 可以 呃 什么 利益 呃 三情的 这个友情 等等啊 也会感到了 什么 相当的 这样的 就是 欢喜 所以等一等呢 呃 就是 据说 在这个 嗯 呃 呃 修赐 修赐 编里面呢 有提到了 十种的 不共的 欢喜 十种的 不共的 欢喜啊 那在这个 地方的话呢 我 只能 跟大家 讲 就是三 种 第一 就是 如来 主性 第二 的话呢 就是已经 成佛呢 就是不远了嘛 对不对啊 他就是看见了成佛的希望嘛 啊 就是跟成佛是已经是不远了嘛 获得这个佛果 第三的话呢 就是可以啊 就是可以啊 惋惜不一样的 可以 呃 就是 呃 呃 呃 广泛的这样的 利益三成的友情 呃 第三 那然后 嗯 后面呢 我记不起来 所以呢 大家想要了解的话 可以去看修赐 呃 就去修赐边 所以 原委里面呢 说的这个 这个 有习多顾 就是 由于 此时 由于 获得了 众多的 欢喜的缘故 所以就叫做 结习地 对不对啊 或者是什么呢 呃 呃 就是 获得了什么 就是 嗯 嗯 第一个 呃 第四个 那个功德 就是 圣喜地 呃 圣喜的 这个功德 那然后 第五的话呢 得 嗯 超胜力之功德 那 安住于 出地之菩萨 获得 超胜力之功德 他已经获得了 超胜的 这样的功德啊 那 什么样的功德呢 因此 菩萨在 同一个时间 有能力 震动 不同的 一百个世界的缘故 就是 他有能力啊 到了 出地菩萨的 菩萨的 建立一个境界的时候呢 他有 能力 他有一个 超胜的能力 什么能力呢 他在 同一个时间里 可以震动 不同的 一百个 啊 就是世界 就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呢 出地菩萨 就是获得了 超胜之 超胜力的 这样的一种功德 好 子三 就是去上帝 等 三功德 从地 正地上上进 灭比一切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有一个什么呢 想要去入第二地 第二地的境界的一个 浓烈的欢喜 对不对啊 那 善 善尽善地 又于 得 尽出地 以时 此菩萨之一切恶趣 皆惜涌尽 那然后 接下来的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 那对于啊 这个 第二句 就是灭敌一切恶趣道 就是这一句的一个什么 就是对方的一个什么 变故 也就是说 他变论嘛 对不对啊 好 那首先呢 我们讲这个 第六 就是去上帝 去上帝之功德 就是去入上帝的这种功德 上帝呢 当然就是啊 以出地菩萨与列的话 他的上帝 就是第二地 第三地 第四地 第五到 一直到第十 那 安住于出地之菩萨 去 去入上帝之功德 他 已经去主了 见的一种功德 也就是说 能够 什么呢 能够去入上帝 或者是 能够进入上帝的 见的一个功德 为什么 因为出地菩萨 那这个功德的话呢 就是说 庸进就是完全断出 恶趣 就是地狱恶鬼 那然后 半生 对不对啊 就是三种恶趣嘛 道呢 就是 就是 指的就是什么 就是 营生 这个三种恶趣的 业 或者是 营生 这个三种 恶趣的 一种 能力 对不对啊 也就是说 导致这个三趣的 一种能力 所以呢 所以呢 获得了第一地的时候啊 就可以 完全可以断出什么 就是 那 堕入恶趣的 所有的这些道 那 安住于出地之菩萨 所有 投身到恶趣的 这样的业 导致什么 恶趣的这些 所有的能力 也就是说 包括啊 恶趣 还有呢 恶趣的就是 五蕴等等 这些啊 因为恶趣的五蕴的话呢 恶趣的五蕴的话 它是 所断了 对不对啊 那既然是所断的话 它是见断 见所断 还是修所断 当然是 它是什么 见所断 它不是 那个什么 修所断 好 那然后的话呢 原委里面啊 就是说 其不从 难道不是从 得家行到位 到人位 难道 出地的菩萨呢 难道 他不是从 获得了 大乘的 家行到的 人位的时候 已经因为这个业力 而完 而 就是 受生于恶趣 的这样的道呢 已经完全断出了吗 还没有断出吗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呢 在出地的时候 还要说 他已经 断出了 受生于恶趣的 所有的道 这个就是 对方的一个 对方的一个什么 就是 反驳嘛 对不对啊 因为入中论当中呢 说 在出地的时候 他会断出 一切的 这个恶趣嘛 那意思就是说 那第一地的时候呢 为什么要说 断出恶趣啊 难道不是在出 在 什么 家行到的人位的时候 不是已经断出了吗 你为什么 在第一地的时候 还要说断出恶趣 就这样的一个便利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后面就是 自重的回答 得 得人位 以不断恶趣 获得了人位的时候 家行到的人位的时候 当然呢 他已经 从此不会断入恶趣 但是这个 不断入恶趣 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让他不断入恶趣呢 非以对质 坏比恶趣之种子 这个不断入恶趣呢 它不是对质 受生于恶趣的 这个业的种子 然后断出这个种子 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不断入恶趣的 那他不断入恶趣的原因是什么 家行到位的这个时候的菩萨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特缘不惧 特缘 因为他 就是在家行到的这个时候 不断入恶趣呢 人位的时候 不断入恶趣 他只是一个 不具备 受生于恶趣的 因缘的 这样的一种缘故而已 就是 不具备 因缘的缘故 就是仅此而已 他没有 能力 对质 任何的受生于恶趣的 这样的业种子 更何况 断出这些种子 或者是 见所断 对不对 没有办法的 但是呢 出地菩萨呢 他不断入恶趣的 这个方式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他不受生于 这个恶趣的方式呢 不一样 那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 就是 此以 真对质 坏 比 种子 明 面恶趣 那 出地菩萨的话呢 他是透过 对质 受生于 恶趣的 这个 业 然后呢 就是断除了 他的这个种子 这样的一种方式 他是不断入恶趣的 意思就是说 加行到 人位的这位菩萨 还有呢 出地的菩萨 这两者呢 虽然他们都有一个 相同的什么 就是 相同的什么呢 就是 从此不断入恶趣 就是这样的一种功德 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 但是呢 不断入恶趣的这个 理由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前者的话 他只是 因缘不具足而已 那后者的话呢 他就是直接 对 对质 什么呢 就是受生于恶趣的 这个 业 然后断除 这个种子 然后才获得了什么呢 也就是说 才获得了不堕入的 这样的一种 就是 灭地 对不对啊 那既然呢 断除了这些种子的话呢 当然呢 因为这个种子的缘故 它不会引发 对不对啊 引发这个恶趣 不堕入恶趣 那当然也不会 引发恶趣的这个什么 呃 五蕴 等等这些 因为恶趣 它就是 见所断嘛 那同时呢 同样的道理啊 这个恶趣的 五蕴的话 它也是 见所断 比如说 出生 对不对啊 出生的这个 出生呢 它是恶趣嘛 所以呢 出生的这个五蕴呢 它是见所断 出生 它不是见所断 但是出生的这个五蕴 它是见所断 我们应该严格来讲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出生 它不是见所断 它不是所断 但是它的五蕴 必须要断除 对不对啊 那既然是 它是所断的话 那它是属于见所断 还是修所断呢 它是属于见所断 而不是 修所断 所以呢 五蕴菩萨在 集内里面都说 恶趣之 运 戒 不 等 是 所断 也就是见所断 好像这个地方 漏了一个见所 见 对不对啊 见所断 应该是见所断 好 我们看一下第六 第六 这个已经强了 那然后这个 辰论的话呢 就是说 对此有人辩驳 有人呢 就是辰论说 因为入中定 中定里面的就是说 灭笔一切恶趣道 对不对啊 灭笔一切恶趣道 所以呢 有人认为啊 灭笔一切 灭笔一切恶趣道 这句话呢 应该 就是不应该在出地的时候讲 因为 灭笔一切恶趣道 已经是在什么 呃 这样的功德的话呢 已经在 加行到 人位的时候 因为已经获得了 非子灭嘛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有了 为什么 出地的时候再讲 所以 他最主要的 疑点就是在这里啊 他认为的话呢 在出地的时候讲这个功德是不对的 这个功德已经之前已经获得了 为什么再还要讲 对不对啊 就这个意思 那对此有人辩驳 就是出地时说 菩萨断尽了恶趣道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他认为不合理啊 不合理在哪里 他说 再获得加行到 人位之始 人位始 从此因业力再也不会堕入恶趣 在加行到人位的时候啊 再也不会堕入恶趣了嘛 对不对啊 说明什么 已经断除了恶趣道 那为什么在出地的时候还要讲 对不对 那加行到人位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堕入恶趣 有什么依据啊 如世青菩萨的据舍论当中 就是说 人不堕恶趣 人不堕恶趣 意思就是说 不论是小乘或者是大乘 都获得了加行到人位之后 那因为业力 而就是从此呢 再也不会堕入恶趣了 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小乘 大乘啊 那到了加行到的这个人位的时候呢 完全可以什么 关掉这个什么恶趣的这个道路 再也不会堕入恶趣了 意思就是说 从此呢 他们的来生都是散去 都是散去 好 那然后自终的回答呢 就是说 加行到人位时 只是不具足受生恶趣的因缘 而不堕入恶趣而已 这个时候呢 他没有具备堕入恶趣的 这样的一种因缘而已啊 那这个时候啊 不具足恶趣的这个因 所谓的这个因到底是什么 那难道这个时候 哈香学当中没有恶业吗 当然是有啊 恶业是还没有断除 对不对啊 恶业呢 它不是见所断 它是一种修所断 所以呢 在见到的这个阶段 是没有办法断除的 所以恶业是有的 那不具足受生恶趣的这个因缘 既然它不是恶业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 还没有具备 对不对啊 所以呢 这种的因缘呢 一般呢 会说这个因缘 虽然是有恶趣 但是呢 只有恶趣是 没有办法什么 就是仅仅这个恶趣啊 它没有办法受生恶 什么导致这个什么恶趣啊 那还要具备这个恶业内滋润的这样的一种什么 烦恼 就是 是令营反倒 应该要说 所以这个意味道 在人味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相续当中献起的 所以即便有这些恶趣 恶业的话 但是没有办法掀起 什么滋润恶业的烦恼的话 也就是说 它缺乏了一些条件 对不对 所以它是没办法生的 比如说 就是一颗种子 你几遍就是埋在地下 但是 关于有种子 是没有办法 生根发芽的 对不对 那生根发芽还要什么一些条件 就是水 还有肥料 还有呢就是阳光等等 这些都必须要具备 没有这些的话 你光有这个什么种子 是没有办法生根发芽 对不对啊 没办法生出苗芽 就跟这个一样 意思就是说 在加行到人位的时候啊 菩萨相续当中 虽然是有恶业 虽然是有恶业 但是这个恶业呢 它是没有办法 将这个菩萨 堕入什么 恶趣的 没有办法的 因为呢 就是这个恶业的话呢 它什么 生出这个恶 就是恶趣啊 它必须要一种什么 就是烦恼 来助办 对不对啊 烦恼来帮助 然后呢 才会 有这个来生的这个恶趣嘛 所以在人位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办法生起啊 啊 陷起 呃 滋润 这个恶业的烦恼 所以呢 它是没有办法 堕入 不会什么呢 受生于这个恶趣啊 所以就是说 不具足 受生恶趣的这个因缘 而不堕入恶趣而已 仅此而已 它相续当中 没有办法生起啊 就是滋润恶业的 这样的一个烦恼 仅此而已 它不是说 对峙这个恶业 或者是断除这个烦恼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不堕入恶趣 不是这样的 那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说 它没有这样的具足 因缘 第二的话呢 因此啊 就是已经获得了 就是遮止恶趣的这样的非责灭的缘故 责灭呢 如果大家有学过那个现观 现观的话 现观第一批啊 不是讲那个什么灭地吗 灭地里有连种吗 就是责灭和非责灭 对不对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讲的就是非责灭 那 出地的菩萨的话呢 是透过对峙 断尽 断尽 受生于恶趣之种子 那 而不堕入恶趣 此时已断尽了所有的受生于恶趣之种子 所以呢 禁断受生于恶趣及恶趣的一生之五蕴等所有的见所段 所以呢 对此五种菩萨呢 曾经在几位里面呢 就是说 恶趣的这个五蕴 是所有的五蕴 所有的蕴体呢 都是见所段 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要提到它是见所段呢 意思就是说 在出地的时候 必须要断除 因为它是见所段 要出地的时候要断除 对不对啊 好 那第八的话呢 涌进一生地之功德 远离一生 对不对啊 因为它是圣者嘛 按住于出地之菩萨 具涌进一生地之功德 为什么它具备这样的功德呢 因为此时的菩萨已经是超越一生地的圣者菩萨的缘故 它已经是圣者了 对不对啊 它已经是圣者了嘛 所以呢 当然它必须要超新所有的一生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科判是 科判的话呢 总民功德 别事功德 总民功德 别事功德 别事功德 别事功德呢 有三 对不对啊 第一的话 得真实名 出功德 第二的话 身佛家 等四功德 第三呢 去上 去上帝 三功德 好 好 那 这个 专严自身的 就是分为两个科判 别事功德 总民功德 那别事功德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八种的功德 分跟大家已经介绍了 那 第二个科判的话呢 就是总民功德 那 那总民功德的话呢 入中论 入中论里面呢 就是只有一句啊 如 八 如地 八圣 辞 一耳 如 它是一个例子啊 就是一个 辟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总结的时候 它是以辟语的方式 来总结的 那 辟语的是什么呢 辟语的就是说 八项国当中的 我们倒数的话 那 第八 就是什么 欲留下 所以 如 地 八 圣 指的就是 欲留下 因为欲留下的话呢 就是 身为的欲留下 欲留下 它只有身为啊 没有独觉 没有什么的 菩萨 对不对啊 我们在讲 八 相国的时候 八相国 这些 八种的 菩提罗呢 他们都是 身为 都是身为的 圣者 对不对啊 那身为 身为的圣者当中呢 就是 最初 也就是说 最初获得的 这个圣者是 最初获得 见到的圣者是谁啊 就是 八相国当中 就是 从 下面树 树上来的话 也就是说 倒数的话 就是第八 也就是说 欲留下 身为的 获得 身为的 见到的时候 那说 你就获得了 八相国当中的 就是 第一 什么呢 预想 那同样的道理啊 因为获得了 八相国当中的 第一相 对不对啊 所以第一个圣者的话呢 他已经说明了什么 已经 断出了 就是 就是 此什么呢 就是 此阶段的 这样的 过失 还有获得了 此阶段的 这些的功德嘛 对不对啊 那同样的道理的话呢 以大乘来讲的话 第一个获得 圣者的是谁啊 第一个获得 见到的 就是什么 就是 出地菩萨 所以 出地菩萨的话呢 他已经 他可以 什么 断出 出地的 所有的 见所断 可以获得 出地的 所有的 功德 就是跟这个 八相国当中的 预留相一样 就这个意思啊 那四国 四相中 从阿罗汉 下树 就是道树 至第八 即预留相 免第八圣者 如 比创获 圣法 因为他获得了 圣者的法 对不对啊 圣者的法呢 就是 见到 所以呢 身随胜 断志 之功德 因为 获得了 这个圣道啊 见到的话 那当然呢 他必须要获得 随胜与 见到的 这些断功德 和正功德 对不对啊 断志 功德 这个志 就是我们一般 在讲的正功德 正就是道嘛 对不对啊 断功德和道功德 此菩萨一耳 那出地的菩萨 也是如此 跟他一样 有得出地固 能断过时 发生 发生功德 那我们总结的话呢 总而言之 譬如 欲留相 欲留果 欲来相 欲来果 不还相 不还果 阿罗汉相 阿罗汉果 阿罗汉相呢 就是说 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 就是即将要获得 阿罗汉果的 这样的圣者 就是阿罗汉相 那获得阿罗汉果 也就是说 获得念盘的时候 就成为了阿罗汉果 那就是这个菩萨 什么 神威啊 等于八相果中 从阿罗汉果 倒数的第八 是欲留相 其名为第八圣者 获得圣法之 断功德 以及 因为他获得了 这样的圣者的法 圣者法就是什么 建道 因为获得了建道呢 他当然是要获得 断功德和正功德 对不对啊 那同样的道理 初地的菩萨也是如此 由于获得了第一地 即席地 所以能够断出 初地的过失 圆满初地的一切功德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 那这个第七个功德 就是涌进恶趣道之功德 这个恶趣道呢 指的 到底指的是哪一种道 或者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 真律啊 就是 有些人说 这个恶趣的道的话呢 就是 能生恶趣的 无名 就是那个食指的无名 不特及罗 我指 有些人说 是恶趣 能生恶趣的 这个恶业 就是十种的恶业 对不对啊 那 有些人说呢 就是因为恶趣呢 他当然也有一个 十二因 这个十二支 什么 缘起嘛 十二支缘起当中呢 就是最初 也就是说 无名 无名呢 就是 能生恶趣的 这个道 所以 断出恶趣道 所谓的这个道呢 有不同的 这样的解释啊 那 所以的话呢 有没有同学啊 回答一下 这个恶趣道 所谓的这个恶趣道 指的是什么 那这个前提的条件呢 应该要知道什么 大家要知道 出地菩萨呢 他必须要断出 这样的道 这个是一定的 而有同学回答吗 我现在请问一下 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出地菩萨 断除恶趣道 您刚不是已经讲说 这时候 他已经断除了 那个 投身恶趣的 那个种子 你不是说 他已经在这时候 断除掉 同生恶趣的种子吗 这个种子是什么 恶趣 啊 种子是什么 种子 你刚刚有说 有人说是无名 也有人说是 隐身恶趣业的种子 有两种 我现在问的是 你认为是什么 我不是说 我刚才是说什么什么 我没有 我没有跟你问 我刚才讲的什么 没有啊 无名 因为他已经 限政空性了 所以他就用了 限政空性的力量 断除掉 那个投身恶趣的无名 他是属于 无名这一类的烦恼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 分成叶和祸 不要说 不要说刚我讲 就是我看看 你们的理解 你是怎么理解 对不对 好 那你刚才说 是无名 那这样的话 出帝菩萨 已经断除了无名吗 他断除了 自所应断的部分 你说 骗记的部分 是 不是 是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断除了 不特色的我质吗 还没有 但是只断了一部分的种子 无名的种子 断除无名的种子 那当然要断除无名 断除无名 他不就是变成了阿罗汉吗 已经解脱了吗 轮回的所有的根本 来源的根本 就是无名 你说他已经断除了无名的话 那他已经是解脱了吗 对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嗯 所以 格西海的意思是说 一说到断除 就是全部都断 不是只能断一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我们不是说 实地菩萨都有各自的 每一地要断除的部分吗 那不是就是有断除吗 断除它是说自所断 断除自所断 对不对啊 不是说断除 对自所应断 对 哦 所以啊 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 什么 这个用词 对不对啊 还有它的表达 嗯 好那你说 它没有断 它有断除这个无名吗 没有啊 嗯 断除无名就是阿罗汉吗 对不对 嗯 好 那你指的那个什么 灭敌一切恶趣道 所谓的这个道是什么 嗯 那如果不是无名的话 那只能说是业 那个所以它讲到的是 灭除投身恶趣的业 好 如果是这个业的话呢 你说业是见所断吗 你说是修所断 恶业是修所断 现在我是在问你啊 你认为是什么 你认为是这个业 如果这个业呢 就是灭敌一切恶趣道 所谓的这个道 你说指的是恶趣的 能生恶趣的这个恶业嘛 对不对啊 能引业 能生恶趣的能引业 对对对对 那见的话是见所断吗 应该是修所断 不是我问你 你说是不是见就可以了 不是 我没有问你是修所断 好 那在见到的时候不是断除了吗 见到的时候断除就是见所断 见到的阶段没有办法断除 只能在修所断 只能在修到的根本质对质之后 要断除的就是修所断嘛 对不对啊 嗯 好 那它是修所断还是见所断 它是见所断 因为在见到的时候 就已经断除了 投生恶趣的种子 现在你说的 你指的就不是种子啊 你说的就是恶业 恶业种子 恶业的种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恶业它是一个心法 一个是不相应形 它是一个心法 所以啊 刚刚你说恶业 那这个恶业 见所断吗 是修所断 好 那在这个见到的时候 没有办法断除吗 没有办法断除 因为它是修所断 所以 那你刚才说 灭除灭敌一切恶趣道 这个道 不是指的是恶业吗 因为不是无名就是业 那所以只能说是业 是业吗 是业 它断除了吗 断除了 因为它不会投身恶趣了 我没有问你原因啊 它断除了吗 断除了 好 那不是修所断吗 修所断 怎么能在见到的这个阶段 断除啊 没有办法的 嗯 所以还是不对啊 然后我再问你 我再问你啊 那这个恶业 对不对 比如说 食不上 食不上是恶业吗 对不对 那食不上 它 不是见所断吗 对 对 不是 为什么 因为 投身恶业的种子 投身恶业的种子必须是在修所断 投身恶业的种子 嗯 投身恶业的种子必须是修所断 嗯 为什么 你刚才的那个回答 你刚才的那个回答好像就变成这样啊 我说这个恶业为什么它不是见所断 你说它是修所断 这些酒梅 这些酒梅 这些不喜啊 这样的理由 你必须要说出见所断的这个定义要讲出来 见所断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见所断 什么叫做修所断 就是 在那个 讲到说 遍际的部分 遍际的烦恼障 它是见所断 那 聚生的烦恼障 它就是修所断 有一个这样的分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 那刚才那个业 它是遍际的所断吗 遍际所断吗 它是遍际所断还是修生所断 修生所断 恶业 好 那 为什么它不是遍际所断 什么叫做 遍际所断 就是 不是与生计原来的 而是今生学习 邪道中义 后天学习获得的 那就是遍际 后天学习过来的 是的 学习过来的 应该不需要吧 比如说 这个称慧 称慧你说是不是 见所断 它不是学习过来的吧 称慧要学吗 要串洗才会有称慧啊 不是就是无事以来一直串洗 才会生习 才会一个人生习吗 食恶要学吗 十种的恶业要学吗 透过学习建议起来的吗 应该不是吧 这些 所以 又杀人不是也要学习 才会杀人哦 有一些啊 他不需要学的 所以十二页道 他不是见所断 不是见所断 因为他不是遍际所断 你刚才说 说对了一半 但是我们还要深入的话 你必须要 了解 为什么他不是遍际 对不对 嗯 遍际呢 遍际 他有两种 第一的话呢 就是透过理由而生起的 第二 他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宗义 只要是因为宗义而生起的话 他就是遍际 知道了吗 所以遍际有两种 一个 一个是 邪中义 发生的 一个是 邪际 你不要 不要 不要那个加那个血 不需要血 也有证 不需要 哦 也有证 也就是说 遇于证理 我说的刚才 现在我说的这个遍际 我说遍际 不是说遍际 那个什么 遍际所断 不是说遍际所断 遍际有两种 就是遍际所断的 前面的那个遍际啊 就是有两种 第一 透过理由生起的 第二 透过宗义生起的 那你刚才说 食恶业的话 它是透过理由生起的 比如说杀生 强盗 然后什么什么 等等 对不对啊 恶语 等等这些呢 它不需要什么理由啊 对不对 没有必要理由嘛 也不需要什么 关在任何的一个中业啊 这些都可以自然的生起啊 所以它是巨生咯 对 所以啊 以后你们 就是讲那个巨生的时候呢 可以 就是说这个连种的理由 对不对啊 比如说偷盗的那个业 或者是杀生的业 等等 或者是我们 口误 恶语 对不对啊 恶语啊 这些的话呢 这些为什么它不是 遍际所断 为什么它不是遍际啊 因为它不需要 因为它不具备两种 它没有透过理由或综艺 没有 有一些是有 但是你应该要见证 它没有必要 透过理由 或者是透过综艺 而讲那个恶语 对不对啊 恶语啊 没有必要 对不对 你讲恶语 没有必要什么理由嘛 也没有必要什么综艺嘛 对不对啊 所以遍际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然后巨生的话呢 就是自然的生起 那什么自然 不需要光带 是不是不需要光带 任何的因缘 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不需要光带 自然生起的那个光带 不需要光带的那个 就是有两种 不需要光带任何的理由 或者是不需要光带 任何的这些的综艺 它可以自然的生起的 这个就叫做巨生 这个好像我在地道 上地道的时候讲过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听 那你刚才说那个灭别一切恶趣道 这个道呢 觉得就是恶业 那现在它不是恶业了 真的不是恶业 那再请问 那它又不是无名 那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问你啊 那其他同学有 有同学回答吗 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所以恶业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 恶业 如果 灭别一切恶趣道 所断的这个恶趣的道 我们如果指的是 认为是 恶趣 受生于恶趣 或者是淫生恶趣的这个恶业的话 那这个恶业呢 它必须要在见到的时候 断出 对不对啊 但是没有办法断出 因为它是 那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了见所断 它就变成了什么 就是遍迹所断 但它不是遍迹所断 它是巨生所断 它是修所断 没有办法在出地 见到的时候断 完全断出 没有办法的 好 那还有同学回答吗 有些啊 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 菩提菩萨 它不是确定 它就能够 阻断了 它新造 隐身恶趣的恶业吗 因为它 必须有同类因果啊 然后断了出地之后 它一定不会有恶的 这个同类 所以它不会新造 隐身恶趣的 不会新造 对 不会新造 不会新造 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吗 从这个角度 你的意思就是说 能灭恶趣道意思的时候 它不会新造 隐身恶趣的 能隐业 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说出那个道 断出这个恶趣的道 所谓的那个道 你必须要讲出来 它指的是什么 我不是说 它是怎么断出的 对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首先 要了解 断出恶趣道的话 你首先必须要 知道这个道 恶趣道指的 什么样的一种道 然后再了解 它是怎么断出的 这个就是第二步 那是不是 它宪政空性 的那个 无我会这个道 道不就是新吗 可以这样想吗 无我会道 无我会道怎么断 它是宪政的 它不是要断出的吗 对 我说那是根本定 宪政空性的根本定 根本定的力量断出的吗 当然 它是透过根本定的力量 断出的 我现在问的呢 我问问题是有那个呢 比较严格的 你们要知道 不是说 我现在问的 不是说 它是怎么断出的 我没有问 它是怎么断出的 你们要知道 我问的问题啊 对啊 我一直在问 这个道指的是什么 我没有问 这个道是怎么断出的 对不对 你刚才回答说 它是 是不是因为那个 见到的那个定 断出的 这个当然是 可是道不就是 道不就是智 不是就是会 不是就是心的意思吗 那个道不是在讲智慧吗 嗯 这个地方的道 应该不是建啊 哦 所以呢 我们不要认为啊 因为 它写的是道 那然后 这都是什么 要么就是 身为 要么就是独觉 要么就是菩萨的道 不能建说 要么就是世间的道 要么就是出世间的道 不能这样认为啊 这个道 虽然一般来讲 是这样的 刚才对不对啊 世间或者是出世间 这样的道 但是也有解释 这个道就是一种方法 方式 对不对 方法 也可以这样解释吗 比如说 解脱道 就是解脱的方法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要看 它的前后那些句子 就是要透过了解 前后的句子 那然后你 把这个道 要把它搞清楚 现在在这个地方 讲的 恶趣的道 对不对 不仅是恶趣的道 它是必须要 断出的一种道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要断出的道 还要是什么 它是一种恶趣的道 那指的是身为道 独觉道 菩萨道吗 根本不是啊 这些都可以完全排出 所以大家回去 可以去研究啊 可以去思考 这个 断出一切恶趣道 这个道 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 无弥吗 是 遍际的 不特切罗物质吗 或者是 什么 能引生恶趣的 这样的一种恶业吗 或者是恶业的种子吗 等等 等等 对不对啊 那或者是恶趣吗 恶趣当然应该不是恶 恶趣道 对不对 有一些人认为的话呢 因为在原委里面呢 不是引用了 宗大师不是引用了 五左的极论里面的说的 恶趣之运界处等是 什么 见所断 所以有些人认为 这个断出 面比一切恶趣道 所谓的恶趣道 是不是 恶趣的这些五运啊 比如说 出生的这个运体啊 恶鬼的运体啊 那等等这些运体 是不是这是他们的运体啊 也有人这样解释啊 那也有人呢 就是解释说 因为投身与恶趣呢 当然必须 它是有一轮的 十二种什么缘起嘛 对不对啊 十二种缘起当中啊 能够引生恶趣的 就是有三种 就是三支 主要就是三支的烦恼 第一就是恶趣 能引生恶趣的无名 第二的话就是爱 第三就是取 也就是说 无名 爱 取 这三种 就是恶趣道 那这三种呢 如果是恶趣道的话 他们 也应该不是见所断嘛 对不对啊 所以在见到的这个阶段的话 没有办法断出的 所以呢 不知道怎么解释啊 那还有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今天在讲义里面的 不管是七还是六还是八 第一句都说 安住于出地之菩萨 那我想问的是说 我想问的是说 就是你进入出地的 第一刹那的时候 你这些断制的 断正的功德 都具有了吗 不一定 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能够断出 能够获得 应该要这样讲 你刚才问那个问题 问得好 就是刚获得出地的时候 就是见到的第一刹那嘛 对不对 嗯 对 我们把它见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就是根本质 第二就是后得制 嗯 那这两种的话分别是什么 入定的阶段和非入定的阶段 也就是说出定的阶段 对不对啊 嗯 那根本质是入定的阶段 入定的阶段呢又有两种啊 第一就是 无间道解脱道 无间道和解脱道 无间道的是什么样的阶段啊 就是刚获得出地或者是见到的时候 它就是无间道 为什么说无间道呢 它是正在直接对治见所断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它还没有断出啊 还没有断出 对不对啊 所以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是对的 应该要这样辩论 如果我们辩论的话 好 那出地菩萨的话 它一定是具备这个八种的功德吗 就是什么专业自身功德吗 对不对啊 那这样的话 按住于出地的无间道的菩萨 它具备了这样的八种功德吗 那这样的话 它具备了什么 就是刚才的那个什么 断出三节 对 断出三节啊 还有呢 涌进恶趣道的这些功德吗 都没有啊 对不对 没有的 所以断功德 断功德的话呢 它获得了见到的解脱道时候 从此才有那个断功德 所以我们前提的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应该要讲严格的话 它能够断出 能够断出 就是 能够获得 也要这样说吗 能够获得这些功德 能够断出这些过失 对不对啊 嗯 嗯 嗯 了解了 可是 那你刚刚问我们前面的那一大段的问题 到底是那个恶趣道 你刚讲了好多好多种可能性 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找出一种可能性吗 这个就留给你们呀 你们自己去找吧 哦 所以这边说 您刚有说那个道不见得是心 它是可能是一种方法 所以断出断进恶趣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说解脱道 解脱道 这个道是什么 就是方法嘛 对不对啊 解脱的一种方法 那五间道呢 五间道也当然是啊 就是直接对治 自所断断的方法 对啊 哦 那 可是我们不是说道 五道的道都是治吗 啊 对啊 它就是治啊 对啊 五道的道都是治 那这样子的话 那五间道 方法不一定 方法不一定 不一定它不是治啊 哦 哦 好 那请问一下 那刚刚讲到说 不管是大圣或小圣 他们在忍畏的时候 都得到一个非折灭 见到的时候得到一个折灭 那他们不是 就是不管你修的是小圣道 还是大圣道 那你们最后得到的 都是一个相同的结果 那这样子 嗯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 为什么还要特别走大圣道呢 因为你得到 在这出地的时候 你得到的结果 跟小圣道得到的结果 是一样的啊 嗯 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要分身为独觉 然后菩萨 对不对啊 我是说就断经 就是 就是那个断除 投身恶趣的 这个功德来说 都是一样的啊 好像 嗯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是啊 就是在这一点上 是一样的 当然大圣菩萨 还有其他的功德 是小圣 圣者说没有的 哦 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大小圣的这个区别 它不是以 智慧的这样角度来去分辨的 它是从 方便的角度 来去分辨的 这样可以吗 就像你说的这个意思 不是只适用于 印尘派才能这样说吗 秩序派 他们的小圣和大圣的智慧 也是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 对 现在我们讲的是 印尘派 但是我们用的是 极论的说法 嗯 有一些地方呢 极论和印尘派 是一样的 哦 就是在这边讲到的 但不能说 但不能说完全是一样 对不对啊 嗯 了解 比如说 恶趣的这些 五蕴 事件所断 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说 嗯 印尘派 自虚派 唯实派 这些都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呢 在讲印尘派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也用极论的一些 啊 就是 依据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呢 深尾 就是小 小臣和大臣啊 嗯 他们在 嗯 人位 的时候 获得了这个 非责灭 在建道的时候 获得了责灭 对不对啊 这些呢 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分 小臣和大臣呢 关键就是 在于 小臣大臣 他不是从 获得灭地 或者是获得责灭 非责灭 不是从这个角度 来去分的 它是从 斑变 也就是说 大小臣 因为大臣呢 它是以 菩提心为主 对不对啊 就是获得 获得菩提心的 建立一个基础上 有菩提心 修菩提心的 这个助办 然后获得了责灭 非责灭 对不对啊 等等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比小臣的这些责灭 还要殊胜 灭地呢 比他们还要殊胜 对不对啊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 在那个提问单里面 写在提问单里面吧 那下次呢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做那个解释 好 我们就到这里了